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照在美丽间合众国的土地上 Heddy, Ted, Andrew 和许多普通美国民众一样 都在迎接崭新的一天 他们有的正在为孩子们准备早餐 有的已经加入通勤的人流 他们的面孔也许很美国 但他们都是在美国的美国 中资企业的一员 这一情景随着中国企业 对美国投资的不断增长 将更多地出现在 这片新大陆的每个角落 最后一生意识到美国投资会 最后一生意识到美国投资会 中国的领域和美国投资会 最后一生意识到美国投资会 是只有一年五十年代的 但是现在它已经开始了解 这十年呢就是在投资里确实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那么美国中国总商会在这方面应该说是功不可没 那么现在呢我们中国总商会这个会员呢 既包括我们中资的金融机构中资的企业 也包括很多的民营的企业 甚至还包括很多美国当地的联系会员 那么我们现在的一个常务理事呢现在有49家 地区分会有6家 行业分会有7家 中国总商会的会员企业就中资企业 在美的投资额超过了300亿美元 占整个我们截止到2014年累计在美投资的这个存量啊 488亿美元中占了60%差不多61点多 从2005年创立到现在 美国中国总商会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成绩 然而这十年的发展道路也充满了崎岖与挑战 在美国那么多中级机构 路数走出去在外国扩展国际市场的时候 就我们这些机构应该有一个民间的组织 我们觉得全美应该把当日分散的 美国中国一些 我这些商会啊联合会啊联合起来 宣任美国中国总商会 首先就是怎么让主流社会接受 这也是一个输地化奔斗化的课题 在这方面呢 我们就扎扎实实地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这里边主要是 一个是统一壮大我们商会 把在全美国我们的这个六甲分会 都统一在美国中国总商会 这个平台一个品牌之下 美国中国总商会 十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同样也是总商会会员的成长写照 他们从零开始 艰苦打拼 一步一步站稳脚跟成长壮大 那个时候呢可能宏观的环境呢 对于中国的企业在美国的生存呢 还存在比较大的挑战 我们当时一个最原始的这个冲动 就是说在美国 美国当时是全球最大的 这个汽车零部件的市场 那么万象如果希望在这个 汽车零部件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公司呢 我们不可能不进入美国的市场 那么当时对进入美国市场概念的理解 也很简单 就是把产品拿到美国来卖 就这么简单 这三十多年来呢 中原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现在呢我们在美国我们有五百多员工 也是中美间海上贸易的重要层面人 国航呢在美国如果按照渊源说 我们是在1981年的1月7号 首航北京上海 旧金山和纽约 已经34年了 我们现在整共应该讲呢 客户加一块在美国呢 一共有11个航点 我们每年可以提供5000个航班 大概座位算算是150万个座位 我们来美国投资 已经是95年到现在了 20年了 我要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 奇才玻璃中美供应商 就中国电信啊 近些年来在全球网络的投资当中 这个力度非常大 尤其是在太平洋之里面 中美之间的这个海缆投资 建成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中美之间的这个海缆 我们海光缆的这个容量是 所有运营商 世界上所有运营商当中容量最多的 这些年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开通非一线城市 所谓的准二线城市 给我们在服务安全性 以及呢准点性 这三个航空行业最重要的指标呢 建立了一定的口碑 打了一定的基石 所以呢我们就有了这么一个设想 想在美国 想在北美最高的 世贸一号楼上 建这样一个 我们不叫万通中心 叫纽约中国中心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希望它能够 代表我们新的中国的决体 三年来我们已经在美国 大大这个累计投资 超过三个亿美金 这家企业从原来的450人 发展到目前为止850人 净增加了400人 近年来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员 已经从最初的谋求立足 和快速发展 进一步开始扮演 中美经贸关系之间的 桥梁和推动者角色 任何的融合 任何的全球的发展 背后是任何人的融合 复兴在美国的投资的话 我们这个在管理团队上 完全是本土化的 那我们到美国 我们推进我们的产品 我们不仅基于对产品出口的考量 我们也考虑到能够实现 在美国的当地化制造 就是要把我们的产品 拿到美国来 同时也要把我们的产能 和美国当地的企业进行对接 也把我们的制造技术 拿到美国来 在当地来实现当地化制造 当地化生产 中行现在老提一个口号叫做 承担社会责任 最好的银行 其实银行做到这么大规模的时候 有时候赚钱还真不是特别主要的了 我觉得就怎么承担社会责任 陈希主席提出了 说在这搞这个一带一路建设 是真能行动的 是真能有成果的 而且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在行动了 你自己要把你的声音能够发出去 因为发出去以后 实际上有利于美国的经济 也有利于我们自身的成长 中国梦在通过美国的 这种杠杆也好 是这么一种工具也好 互动发展 也帮助美国人实现了美国梦 我们中国企业在美国的 立足发展和它的成功 本身就像世界证明了 中美之间存在着 互补互利的这样一种关系 是可以合作共赢的 如果说中美关系是一个高楼大厦 总商会所有的成员 在美国的成功 都是为这个大厦的建设 添砖加瓦 走出去 走进去 走上去 已经成为中资企业 国际化发展的共识 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到美国来投资 我想美国中国总商会 会在这个过程中 顺应这种大的趋势 会得到进一步的壮大 那么我想今后大家会看到 今后的十年 那么我们的发展速度 要远远快于之前的十年 所以首先我愿意感谢 CGCC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我认为有很多成员 在10年中的成员 在CGCC taking shape and providing value to its members economic relationship 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美国中国总商会和其会员企业 正处于最好的历史发展时机 他们不但为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 提供优质的就业机会 和实现美国梦的平台 也有力地推动了 中国跨国企业的建设 和中国经济的成长 为实现中国梦 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为打造中美双赢格局 实现两国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美国中国总商会 诚信 合作 共赢 祝您好友们 祝您好友们 祝您快乐